他使用告發的這個行為 他其實是將接下來所有的舉證 通通丟給鍾佩君議員 也就是說接下來告發之後 檢察官他就要開始來進行偵查 那偵查的過程當中 他必須要請鍾佩君議員來當證人嘛 那佩君他就必須提出 當時所發生的這些狀況以及證據 他要不斷的再去重述 當時的這個過程 昨天我們在記者會 我看到的時候其實真的也很心疼 就他在裡面 他佩君真的非常的堅強 他把這個他跟朱全恒之間的 這個自白書把他寫出來之後 他還提到說真的只是希望朱全恒 再也不要接近我 但是他明明看到通告裡面 有跟我一起上節目 但是他卻沒有拒絕 他就這樣坐在我的旁邊 我認為他在挑戰我的底線